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各位哈帕的听众们大家好 是的 本周将由我 哈佛深爱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行销总监Event 来担任代班主持人 本周的主题将围绕在 智慧城市来临 企业和专业的工作者 你准备好了吗 或许这样子问 大家会有一点一头雾水 就想说智慧城市是选举口号吗 是HBR现在要开架打选赞吗 不是 智慧城市来临 我们到底要准备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先转换一下场景 各位先跟我一起启动你的回忆跟想象力 我们先不要管智慧城市 我们先想想看 也因为哈帕涵盖了比较广的世代听众 所以我们就从老片开始 各位请跟我一起进入电影赏西 我们先来回忆 你有没有看过回到未来 或者是第五元素 要不然駭客任务总有了吧 如果这个还不是你的年代 近期的话 你有没有看过阿凡达 或者是动物方程式 这总有了吧 那我们先把里面的母体啊 外星人啊 政治斗争啊 黑暗角力拿掉 我们单纯回想这些科幻电影中 城市的样貌跟生活的方式 好的 现在先想象自己身处其中 我来问问各位哈帕的听众 你认为这样子的未来城市 会不会发生在你的有生之年 要不然最起码在你孙子那一代 一定会形成到一定的程度吧 或许没有这么科幻 可是我相信你 我的心里都是点头的 如果这样子的生活在未来会实现 那么人的食衣住行 娱乐跟生活所需 是毅然的哦 不过那时候的建筑 交通 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还会是现在的样貌吗 那个时候所需要的专业技能 和工作核心能力 还是现在的人才需求吗 啊我们的工作 会不会被AI取代呢 讲到这边 大家也不用焦虑 本周的一开始啊 我们就先请出大师中的大师 Michael Porter 迈克波特 来带领各位前行 哈帕的听众们 一定熟悉这一位竞争策略之神 身有八个荣誉博士学位 在26岁及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最年轻的教授 他不仅仅获奖无数 15本书及75篇以上的文章 已经成为产观学必修的宝典 也是白宫跟世界各国政府相征询问的产业城市国家竞争力具影响力的顾问 这个大师其实我真的不用介绍 但是我还是在说一下 那今天我们就请大师波特跟詹姆斯赫普曼 他是在美国马州主力是在协助制造商创作和运作产品的这个软体公司PTC的总裁与执行长来解读智慧新世界 那我们今天带到的这篇文章是波特描绘竞争新版图 我们先回归到这篇文章的源头 我们来聚焦一下智慧城市 Smart City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智慧城市的定义是指运用资讯科技 整合都市的组成系统和服务 来改善城市的问题 然后物联网IoT 就是其中关键技术的基础 是的 这些智慧联网产品的新功能 不只改变产品的本身 也在改变产业的疆界 瓦解本来的价值链 迫使呢 企业会再次思考一个新的根本问题 我究竟是在从事什么样的事业呢 所以上述的两位就提供一个架构 让我们思考可以如何在智慧联网产品的世界里发展策略 并且取得竞争优势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一步骤咯 他们会先带我们来拆解智慧联网产品的四大全新功能 监看控制最佳化和自主性 然后这四个能力值呢 每一种能力都要以前一个能力为基础 比如说你的产品要有第二阶段的控制能力 那你就必须已经先拥有第一阶段的监看能力 以此叠加 OK 那接下来呢 HBR将详述四种能力并且分别举例 也请企业比对您的产品可以升级到哪一个阶段 专业的人才您的核心专业技能可以加值到哪一个阶段咯 首先呢 第一个阶段 监看 因为智慧联网产品啊 透过感应器来搜取外部的资料 可以全面的监看产品内在的情况跟外在的环境 并且注意任何变化 同时也能更了解产品的实际运作与使用状况 如此一来就可以减少过度设计或者能按照使用模式来区分出更详细的顾客群以改善售后服务 举例来说啊 监看能力是某一些产品制造的价值核心哦 例如说医疗器材 举例美敦力公司的血糖机 它是使用啊植入皮下的感应器来侦测血糖 无限传输到一个仪器 所以当病患的血糖要上升到临界值的时候 血糖机可以提前30分钟警告病患跟医生可以进行治疗和调整 那监看的能力啊 它也可以用在不同地点的多个产品 举例来说 美国的采矿设备领导厂商九亿环球 会监控啊 位于不同国家 不同矿场的地底挖矿设备 掌握整个操作的参数 那并且进行标杆的比较 这样子的举例说明啊 是希望能够让各位反思 您的专业能力和首相的产品 是不是已经达到监看这样子第一阶段的能力呢 那哪一些会因为监看的功能而加分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你也可以直接点选说明栏 来深入研究我们的原文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控制 第二阶段控制啊 是讲到说智慧联网产品啊 可以由内建的产品或者是产品云的软体 控制产品的功能 这些软体啊会设定一些规则 像是如果压力上升太多就会关闭阀门 或者是当停车场的车辆到达多少 就打开指示灯 这代表控制能力 让产品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客制化 或者是让使用者的体验个人化 因为这个功能啊 在以前在以往在过去 不是成本会太高 就是根本无法做到 可是现在是可以的哦 比如说使用者可以透过智慧型手机 调整菲利浦的照明连线的这个灯泡 不只可以开关灯 也可以设定灯泡侦测到 有人闯入的时候散红灯 或者是夜晚渐渐变暗的时候 它的灯泡也会跟着变亮之类的这种设计 那这里所说的控制啊 是不仅仅像小度啊 小米啊 天猫精灵啊 或Google 或者是远传的小狐狸 或者是中华电信的爱宝贝 等等这种智慧控制器哦 它包含了软件啊 系统配合 更基础的是产品本身的控制感应 所以如果这样的产品功能和专业能力 你已经拥有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三阶段咯 第三阶段是最佳化 最佳化啊 它是结合监看的资料 和控制产品的能力 企业呢 就可以进行产品的最佳化 最佳化也有分哦 分别有性能最佳化 就是智慧联网的产品 可以将演算法应用在现在 或者是过去的资料上 大幅改善输出利用率 或者是效率 举例来说 像风力涡轮机啊 现场的这种微控制器 在涡轮机每次旋转的时候 都会调整每片的叶片 来取得最大的风能 如此就可以调整每座风力涡轮机 改善单一装置的效能 也可以减少干扰附近涡轮机的效率 那接下来呢 还有服务最佳化 服务最佳化的意思说 有了及时监看与控制产品的能力啊 企业就可以在即将发生故障之前 预先诊断 甚至预先维修 借此缩短产品停工的时间 降低服务的成本 也改善服务的品质 比方来说我们举个例 像迪宝公司 监看自家的自动提款机 观察是否出现故障的征兆 如果提款机故障 公司会先评估说 可能的话就远距维修 真的需要才派人前往 但是呢 会先给他详细的问题诊断资料 来建议接下来的修理流程 或者是需要什么零件 他就不会重工 或者是增加这个维修的时间 如果这样子的产品功能 与专业能力 您都已经到第三阶段了 那我们就来提提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自主性 自主性啊 它是结合了监看 控制 最佳化等能力 让智慧联网产品 达到前所未有的自主性 最简单的是自主运作 就像是iRob里面的 Roomba吸尘器 它使用感应器与软体 来扫描与打扫不同格局的房间 其实现在很多扫地机器人 或者是扫拖机器人 都已经有这样子的功能 那更复杂一点的产品呢 则可以了解周遭的环境 自行诊断服务需求 配合使用者的偏好来做调整 那自主性的产品啊 也可以与其他的产品 或者是系统协调 越来越多的产品连在一起 这一些能力的价值 将成指数型的成长 比如说 如果有越来越多智慧电表连结 那电网的能源效率就会提升 因为智慧电表能让电力公司 了解到长期的需求模式 并且做出适当的回应 那最后啊 产品可以运用演算法 再加上其他产品的沟通能力 达到完全自主的操作 以刚刚我们有提到的 九亿环球这个采光系统为例啊 它的这一套系统啊 在地底深处其实是自主操作的哦 那在地面上有采矿中心来做监控 那机器的性能和故障的状况 是随时受到监测的 只有在需要人类介入处理的时候 才会派技术员到地底下的矿区来做处理 那说到这边了 请各位也先不要离开哦 刚刚很快速的讲了四个阶段 接下来的时间啊 我们听完了 请你也再花五分钟的时间给自己 请您反思一下 您自身的能力或者是公司的产品 是达到智慧联网产品的 四大全新能力的哪一个阶段呢 那有可能在以怎么样的方式前进 会是加分呢 今天只是带给各位哈帕的听众们 现况现状的剖析 了解现在市场的情势 跟我们自身的情形 明天波特跟赫普曼将带我们进入第二步骤 当产业结构因为智慧联网改变的时候 企业与人才该怎么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我们先预告哦 不仅是策略布局 还有谈到实物的做法哦 敬请期待 最后与大家分享我们最热门的HBR领导者学程 现在只能报名到明年初的第七期咯 自从开办以来就受到借助 二代跟高阶经理人的支持跟好评 这也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田中文版的团队 酝酿三年打造而成 源自哈佛最权威的情境式个案教学 从企业的实物情境出发 链接经典的管理知识 提高你的决策胜率 你可以没有念过哈佛商学院 或许您有 但是您绝对不能错过 哈佛市个案教学 现在就点选资讯栏的连结 邀请您一同体验 哈佛个案训练的魅力 请听哈佛管理学 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